鸡肉 放入水 浸泡芹菜10分钟 用姜炒好 先煎一煎 先煎一煎 大家好 今天我和你们分享梅菜炆腩肉 这里有3棵梅菜 300克 急冻猪腩肉 400克 2片姜和1粒蒜头 1粒冰糖 这些猪肉始终是急冻的 放少许盐解冻 1茶匙盐在水中 把猪肉浸至解冻 梅菜要浸一浸 放1茶匙盐在水中 浸梅菜10分钟 为何用盐浸呢 第一去到梅菜的鳄味 第二是梅菜高浓度的盐分 会快速流向低浓度的淡盐水 所以很快会变淡 这个梅菜我已经浸了10分钟 试试会不会太咸 太咸就浸多几分钟 这些梅菜有很多沙 要摊开那些叶 逐盒洗净 梅菜叶老的纤维切掉不要 梅菜叶老的纤维切掉不要 用白锅放1片姜炒一炒梅菜 炒至梅菜干水 放1茶匙糖 炒均匀 可以拿出来 拿出来 这些腩肉 炒一炒水 放1片姜 少许酒 少许酒 腩肉切粗件 炒1片 炒1片 炒1片5花辣 煎至两面金黄 放入姜和蒜 冰糖 沾1汤匙绍兴酒 放大约1汤匙老抽 放入姜 加上梅菜 小火炆1小时 炆了半小时 炆了1小时 试一下味道 味道也适合 开大火 收干汁 汁收干时可以上碟 唐一大火 唐一大火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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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